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法官跟检察官一起 这个如果是像我们类似的国家 大陆法系的国家 其实是法官检察官是一起受训的 就如同近年的日本 韩国或者是德国 这个委委员也到德国去建修过 也了解德国是 事实上包括法律学者 包括律师 包括法官检察官 甚至法治人员都是一起受训 法国也是一样 那你如果说英美法 那英美法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因为他是担任过律师以后 他去临选担任法官或检察官 那他当然依照他不同的需求 他去做短暂的职权训练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制度 我只是想要请问就是说 我们训练就是说我们今天考上了 好检察官或是法官 我们的职选训练的目的干是要做什么 我们当然是要让他未来能够深认他的职务 对所以今天他他为了要深认他的职务 那今天法官跟检察官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训练的内容是不是应该有所不同 甚至包括说他们的人格的属性 甚至包括就是说 我们说在依照大法官会议的第530号的解释 他里面也非常的清楚的讲 就是说法官这边所要做的是一个审判 审判是一个要独立就审判独立 那今天检察官事实上有检察一体 所以这两个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今天检察官他是要打击犯罪 所以检察官他所要的一个工作 他不是做在庭内 然后呢在听两兆在那里讲话 而是他要是实际到外面 然后呢能够实际去这个啊去搜集证据 然后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跟法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坐在法庭里面 然后去听双方所举的证据来判断 评断去指 我想这两个的属性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这两个工作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培育人才是不是应该有所不同 报告委员如果这种理论是可以成立的话 那律师不应该转任法官 也不应该转任检察官 因为律师的属性跟检察官跟法官也不一样 所以事实上我认为 检察官或法官本来就要有这个广泛的知识 他才能够升任未来可能担任检察官 或者是担任律师或者是担任法官的职务 所以那这个部分是有些就是说是属于基本的知识的部分 那个是应该可以合训 但是对其他的将来工作不一样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开始分训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在各个在最后的阶段也有分科的训练 那事实上我认为 我们认为事实上让检察官让法官甚至让律师 能够对于整个司法的程序 所有的司法程序都加以了解 对于他未来扮演律师的角色 或者是扮演检察官的角色 扮演法官的角色 事实上都是有益的 因为如果法官只单纯了解审判的事项 他不了解侦察的事项 不了解这个辩护的事项 事实上对于他能够扮演好法官的角色 事实上也是有疑问的 所以您您您这个所留学的国家 德国他就是这样的制度 他认为他就是要经过完整的这个训练 德国是一起考试 然后一起受训 然后最后再去在这分训出来 然后再去做扮演不同的角色 跟我们是分开的考试 我们现在法官跟检察官是一起考试 但是律师不是一起考试 对对对对 所以律师没有一起受训 但是你们法官跟检察官你们的一起受训 然后再后依照成绩去分发 所以呢在这里就会变成说 为什么检察官一直认为说 他是所谓的司法官 他不是他不是检察官不是 然后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说 整个省检分立 从这个司法改革会议之后 已经这么久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说 省检一直是不分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说我们觉得 省检要分立 其实检察官跟法官 其实应该要分开受训的 所以在这一次呢 我们也看到说 在私讯所里面的这个受训 其实我们也知道说 私讯所是从威权时代开始下来 他有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 可是也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所以他的留有很多威权时代的一个思讯 因此我们看到私讯所 他的一个受训 他具有这种所谓的专制威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从他的集体化 跟他这种军事化的一个训练 全部呢都是必须要以团体 这样秩序为主 可是今天我们要训练的 当你训练检察官你说可以 因为我必须要检察一体 我要指挥系统 所以你必须要比较注重服从 所以我这样的训练 OK 可是今天如果说你就是要训练法官 法官是要超然独立 而且客观中正的 他在训练的过程 养成的过程 他就不应该是在用这样的一个 集体化军事化的一个训练 来把它规划 把它做所谓的规训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本席觉得 希望说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 法官的这个组织法通过 这个 法官学院通过之后呢 必须要朝向这个所谓的 就是说分训的这个目标去走 那当然就说 在这次依照司法院的讲法 他是说他们只是针对 法令 锁定了法官的职织前的 延续训练 所以并没有去把 贵部的这个所谓的 私训所里面 目前经过考试 考上的这些的法官的训练 拿过来 那我不晓得这个部分您的看法 第一个我要说明的 我们司法官训练所不是 威权的训练不是军事的训练 我们是合理化的训练 事实上跟这个司法人员 研习所的训练是没有两样的 第一个我要说明 这个第二个 这个司法官训练所跟 威权体制也没有关系了 因为他是仿照当时的法国的制度 来设立司法官训练所 所以这个跟威权是两样 他是从威权时代下来的 那你所有的威权时代的 你都说他跟威权有关 事实上也未必 第三个我要说明的就是 这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有意见的话 你再用书面给我们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好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那个司法院的秘书长 好 谢谢 秘委员你好 秘书长好 在你们这个所谓的 这个法官学院的这个设置里面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刚刚提到说 在目前的私训所里面的 他的因为没有开放 他的这个所谓的 比较集体化 比较军事化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色彩 所以这样外面的一直在认为说 他保守 然后呢不够民主 也够封闭 那现在呢 你们也成立了 现在要成立这个法官的学院 那我们希望说 这样的一个法官学院 是不是也不会沦落到 被外面所批评的 也是不够民主 然后封闭 然后呢保守 那训练出来一堆的 就是所谓的恐龙法官 所以在你们的这个训练里面呢 在第二条 就是你们法官学院 长理的事项 里面呢 是不是可以对于这个课程的 一个规划呢 能够成立一个 这个法官演习的规划的一个委员会 让这个委员会呢 他能够纳入外部的一些的意见 然后呢 这个委员会能够有外部的这些的 就是说 让他能够更多元 然后呢更多的人能够来参与 同时把外面的专家学者 跟民间的一些意见 能够纳进来 组成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这样子呢 才不会让 原来就是 仍然是一个封闭的 就是法官自己在训练法官 那事实上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以致呢造成外面一直在批评 是不是可以 委员说的有道理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组织法第13条里面 有说可以应业务的需要 设各种的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里面 其实就可以纳入 这个外部委员的声音 那外部委员呢 其实在我们的14条 触务规程里面 就可以加以规范 那可以达到委员所希望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将来在储物规程里面 我们会就这个外部委员的 加以规范 我们就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部分 就是说在你们委员会里面 有设立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延续课程的一个 规划的委员会 然后能够纳入 外面的专家学者 还有民间团体的这样一个声音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法院 你们的这个组织法里面呢 的第三条 你们规定说 这个首长呢 就是你们现在 把它变成法官学院之后 把所有的职等全部都提升 那甚至包括你们设立的院长 院长的职等也都提升 那这个跟其他的这些 我们所有的这些训练机构 不管是公务人力发展中心 或是考试院的文官学院等等 这职等呢 都是比他们高的 那当然你们可能讲说 因为法官这个职司审判 所以这个学院 应该比一般的公务人力中心的 这个训练更高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在你们的这个首长 有没有可能是由秘书长来兼 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说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我们法院呢 就是人员的不断的一个庞大 所以这里是不是有可能 由秘书长来兼论呢 因为我们就是要落实专责啦 因为你们的主秘事实上 是一个专责了 所以这个部分你公邻参考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的法治局的 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 也发现 就说你们司法院呢 近几年来业务呢 其实是一直在扩编 那其实在政府组织再造里面 其实是人员是要缩编的 那你们的经费呢 也不断的一直在增加 就是所以呢 就是一年呢 关于司法院主管人事费呢 每年是以五到八亿的金额 在增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在于这所谓的人员的 这个就是说 司法院跟所属机关的人员呢 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精简一点 因为事实上 人员我想 司法院最重要的 其实是整个一个审判的实务 那审判实务里面 其实最重要是法官 可是我们也看到说 你们在这个法官研习所里面呢 你们又把法官可以再转调派到 就是说可以把法官调派到 你们这个训练所 然后来担任专职的这个讲座 或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 法官的人力已经够吃紧 又把法官又把它调过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 因为我想在这个 这个训练所 不是训练所 就是你们的法官学院里面 他所要从事的工作 跟法班审判的工作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 是不是能够有所分流 或是说你需要借重 法官的他的实务的经验 是不是就是延聘他 就像你们目前现行的规定 请他来 聘他来当兼任的讲师 而不是来当做专任的讲座 因为像现在 司法官训练所 也是专任的导师 那这导师不是讲座吗 一样 但是他导师以外还有讲座 那我们不希望说这样的 我们这个以外 也是也有讲座的 也有讲座 那如果依照 因为司法人员研习所 也就将来法官学院 他也是在司法院整体的 总员额法里面 13900里面 受到这个总员额法的限制 但是我们会看到说就是说 这是相对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人员那边 好的人员调到这边来 那只是审判的工作 其实我们看到说 现在目前的这种问卷调查 我们看到所谓的案件的 这个延宕 对不对 那吃起来的争议不是 不是真正的争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法官的人力的吃紧 又把它调到这边来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这部分我们将来会注意到 另外一点我想要请教的 就是在法官法的这个 第77条里面 你们有提到说 实任法官任职15年以上 满70岁者 他停止审判的工作 得从事研究 那我不晓得说 他的研究将来 会不会跑到你们的 这个法官学院里面来 你们现在要设立的研究 研究的单位 所以将来是不是 这些退休的法官 你们没有所谓的退休 这些年满70岁的这些法官 全部跑到这个研究这边来 就像刚刚吴伟也所讲的 所以他们仍然是 是拥有这些所谓的 法官的职业加级 专业加级 然后跑到这边来养老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法官学院就完蛋了 所以这部分真的能够考量 不会 依照法官法 他这个满65岁 你就根本不能够 不会有委员讲的这个情形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助行注意 我们不希望说设立一个单位 那那个单位是在收容那些 就是说法官实务审判 就是说没有办法让他退职 因为可能是依照法官评鉴 他并不到退职的阶段 那又不能够做审判 所以全部都跑到法官学院来 然后来从事研究工作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变成是一个养老院 那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发生了 其实这个要调任 依照目前规定 如果要调司法官训练所担任导师 还要经过人审会的审核 那都是非常的严格的 你没有相当的学识经验的话 你根本通不过那一关的 所以这个有一个